宇宙总是充满了神秘 每当我们觉得宇宙大概就是这样的时候 突然又会冒出来一个新的理论 将我们再次带到了扑朔迷离的地方 就比如如果按照质量守恒定律来说 现在的宇宙和爆炸之前的 宇宙物质的质量是相同的 不管它们怎样变化形式 成为恒星行星或者黑洞 总是质量都守恒 按照这个说法 我们的太阳系在诞生之前 是以别的形式存在过 那么它会是什么呢 宇宙的物质是如何形成的 我的太阳系前身是什么 宇宙是在膨胀还是在收缩 高等文明如何诞生 最新研究表明 我们可能都错了 宇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循环 尽管科学界对于宇宙的诞生 一直存在着多种说法 但是大部分人比较认同的是宇宙大爆炸 假说该假说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 在那之前宇宙只是一个点被称为起点 这个点只有质量没有体积 因为这里不存在什么空 间也不存在时间 在大约140多亿年前 起点突然爆炸在那一瞬间 宇宙诞生了 爆炸产生的能量将空间扩大 同时起点原本的质量转化成了各种物质 比如原子电子等 爆炸产生的能量就像是吹气球一样 让宇宙膨胀 那么我们熟悉的天体都是怎样形成的呢 宇宙中最先诞生的元素是 轻塌只有一个原子和雨 那电子 两个氢原子结合融合为一个更大的原子氦 这个过程中氢原子的两个原子核合二为一 叫做核聚变反应会释放大量的能量 而氦原子可以和氢原子结合 也可以两个氦原子再结合 总之从氢开始 各种质量的原子陆续诞生构成了宇宙的物质 直到今天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还是氢 甚至于那些巨大炽热无比的恒星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氢 也就是说宇宙的物质来源于最初氢原子的核聚变 既然氢是宇宙的起始元素 那么我们的太阳系是否也是氢原子构成 在之后的聚变中形成呢 我们的太阳系的确起源于大量氢原子的聚合 可这些氢原子并非宇宙最初的那批 而是上一个恒星系爆炸或者坍塌产生的 宇宙虽然浩瀚 但是一切物体都有寿命 我们的太阳终有一天会熄灭 那么熄灭的太阳会变成什么 暗色的大球 是但又不是太阳走到尽头不仅仅是不发光了 而是整个形态都将发生改变 太阳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氢 我们看到的太阳光享受的太阳能量 都来源于太阳表面氢原子的核聚变反应 当太阳的氢被耗尽害原子接力反应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太阳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太阳首先会膨胀 变为红巨星这个膨胀是非常可怕 因为它会将离自己比较近的行星吞噬掉 这其中就有地球 然而太阳的内核此刻正在收缩 氢原子聚变生成质量更大的原子 一系列反应之后出现了碳原子 外表膨胀内核收缩 此时的红巨星处于一个膨胀利于收缩力平衡的状态 膨胀并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 比起太阳大约100亿年的寿命 红巨星时期可能只有几千万到几亿年的时间 占据太阳一生很短的时间 当膨胀与疏缩打破平衡 太阳就会由内而外坍塌 外部在坍塌中飞向宇宙内核再在坍塌后留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太阳坍塌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氢原子了 可是坍塌之后甩出的物质里 氢原子又占据了大多数 科学家们猜测坍塌产生的能量 让这些大质量原子发生了裂变反应 重新回到了最初的形态氢原子 这些坍塌甩出来的物质像一团云一样松垮垮的聚在 以其形成一种大直径的天体 星云 而留下来的部分也就是那颗内核已经变得苍白冰了 完全没有曾经太阳的一点模样 它叫做白矮星 几乎所有的恒星都会像太阳这样完成自己的一生 那么我们的太阳又是从哪里诞生的呢 答案就是宇宙中的一团星云 星云就是恒星死亡之间的绽放 不同质量的恒星采取的衰亡方式不同 比如太阳的是坍塌 而比太阳质量更大的恒星 采用的是更为壮阔的超新星大爆炸 无论怎样一颗恒星起源于星云 又归于星云从哪里来最后到哪里去 140多亿年来恒星们都是这样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恒星的前世今生让我们了解到 太阳系的很多天体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循环 那么有小推大我们的宇宙 是否也是一个巨大的循环 那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起点的爆炸 但是有研究认为宇宙大爆炸的说法过于单一 很有可能我们都理解错了 宇宙既然能膨胀那么也会收错 最新研究表明这个假说有可能 宇宙之所以膨胀是因为当初宇宙大爆炸产生的能量 可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个膨胀不会是无限的 它总有一天会到了一个临界值 到了那个时候宇宙的能量天平又会发生向内的倾斜 即宇宙开始收缩 宇宙收缩会让很多天体被挤压碎掉 它们的碎片汇聚合成更大的天体 一步一步接近宇宙的中心 这些天体的引力会加速收缩 就好比膨胀的速度超越了光速 那么收缩的速度也有可能快于光速 宇宙收缩还会将原本的时空体系毁灭 空间会逐渐消 回直到没有空间也就是收缩归于微一点 没有了空间自然也就没有时间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科学家们关于宇宙核实收缩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算 值 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宇宙膨胀的原因里面 爆炸的能量只是一部分 还有大约85%的部分人类不知道 人类将其称为暗物质暗能量 这些人类未知的领域 很有可能也是宇宙膨胀的原因 既然宇宙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与轮回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曾经有一个恒星系与当今的太阳系一模一样 有一个地球上面也诞生了人类 只不过有太阳终究会走到尽头 这些人类或许跟随太阳系一起毁灭 或者在被毁灭之前逃走了 逃走的文明体会去太阳系之外 物色更合适的星球 而此时他们的文明等级早已经不再局限于 地球资源而是全银和系全宇宙 这类文明被称为高级文明 面对高级文明人类是渺小的 并且还很脆弱 因为如果高级文明希望地球上的生物灭亡 那是真的可能做得到的 只会生命体从低等级的文明走向 高等级文明是宇宙的必经之路 人类如果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 多年之后也可以达到高级文明的地步 只不过在这之前 如果提前碰上了高级文明 会发生什么呢 也许就是本文明突然要折吧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明也是一种循环 也许从宇宙诞生起宇宙中就存在文明 只不过没有文明能永远存在 正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 总之以为文明症不够